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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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這兩天我在非凡台連線 都直接講世界先進 雖然這檔股票我們是很可惜 這次我們沒有操作世界先進 但是我們是有買聯電跟利基電 幅度上來講的話 也不少於世界先進 雖然世界先進是最近 是不漲兩天 可是之前是跌的 先跌下來的 那為什麼我要跟各位講這個 很簡單 比如說昨天 昨天開盤 瞬間漲停 開盤能不能買 當然買 我講得非常肯定 其實我不是現在才講 我講得非常肯定 因為當你這個財報 營收不算 營收比較不重視 當你這個財報公布出來 如果是超標 超乎預期 按照法人的機制 城市交易的機制 它要加碼 它要加碼 就是要買到多少 漲停板還要再買 漲停板以後隔天還要再買 我常講就比如說 假設外資 它必須規劃出來 按照城市交易算出來 它必須要補1萬張的世界先進 那昨天它才能夠買到2000多張 就漲停了 就用搶的 那剩下呢 還是要再買 那今天漲停呢 明天還是要再買 這個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講 做股票要追高的道理 做股票就是要追高 不要低階 因為低階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會不會再跌 但是追高是一個漲 是一個進行式 因為法人的操作股票的方式 跟一般散戶的認知不同 法人他們沒有在設定價位的 他們沒有設定說100塊買 沒有這樣子 他們就買 就直接用市價的 就是你看有些股票開高走高 或是開低走高 那它的價位不是成 價位成交不會只有一個 假設一檔股票是開高走高 所漲停 那中間過程的任何價位 他都買 他不會設價 擋停板你也買 沒有漲停你也買 都買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情況 因為這是標準的動作 因為世界先進它的一個 我昨天就講了 今天也再講一次 它的毛利 實在是增加到不像話 應該是說增加到太多了 因為晶圓代工的價格漲價 這個大家都知道 從去年以來都一直漲價 所以它的毛利一直往上升 對不對 毛利慢慢升上來 到上一季的話就40.89 那規模增加 規模增加 規模增加 毛利增加 營運規模增加 對不對 營運規模增加 營運規模增加 那 報價上揚 那晶圓代工幫 它的報價是跟要 跟誰要 跟IC設計股 IC設計股要請 或是無金原廠 它要請代工股幫它代工 例如說像聯電 台積電 世界先進 利基電 他們就是代工 那以前代工比較難漲價 可是今年跟今年不太一樣 因為今年大家 IC設計股都願意讓晶圓代工漲價 因為他們又漲下游的客戶 所以你看到IC設計股都賺了很多錢 那IC設計股在賺錢 晶圓代工會眼紅 這怎麼弄裡面再賺 我們就賺的比較少 這樣也不對 要漲價大家一起來 所以一個漲一個 那重點不是世界先進40.89 重點是 世界先進公司 他跟各位做一個報告說 第三季就是未來的七八九月 他們的毛利可以提升到44%到46% 平均就45% 那不得了 等於是說漲價漲 這個是漲得非常多 它的毛利從40.89要飆到45% 那營收要增加 那會爆賺的 這個上半年是這樣 這去年是賺這樣 所以這下半年的 下半年不是這個數字乘以2 這個不是這個數字乘以2 所以世界先進叫超標 超標一定會補貨 因為你預估的本來講 我在去年的時候 本來今年年初預估世界先進 大概是賺到5塊錢 之前我寫了很多的報告給各位 讓各位知道 可是現在看起來 世界先進應該是不止6塊 可能可以到達7塊錢 重點是2022年跟2023年 期望值又很高 因為法輪的報告 它都是研究3年 它不會只有研究今年 它不會看去年 所以當世界先進 它的毛利提升以後 又發現聯電 之前的法輪說明會 它也講到 聯電它的毛利也提升到31.25% 聯電的毛利本來就比世界先進低 長久以來都是這樣 一向如此 但是它也是增加的 所以它雖然在代工股裡面 聯電的毛利是最低的 可是大家都是有賺錢 對不對 因為它就是比較低 這是一個階段的問題 聯電 這是去年所獲利的2.12% 那今年我本來預估聯電是 大概是差不多3塊到3塊半 沒有想到它第二季毛利增加以後 大到1.83% 那不得了 這樣算起來的話 聯電3塊8到4塊半 我之前講過 那明年會到5塊 明年啊 那這個呢 明年會衰敗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這今年會賺30塊 明年賺15塊 這不一樣的邏輯 運輸股一定會崩盤的 明年 因為明年沒有這麼好康啊 不會一直漲價 可是 業績股它的觀念不同 跟運輸 跟那個景氣情況股不一樣 友達 航運股他們都是景氣情況股 他們不穩定 可是 一般的業績股比較穩定 就算毛利有降下來 也不會降很多 那我等一下再漲航運股 所以聯電這檔股票 它就飆上來 那世界先進 聯電上來 那台積電就不用講 因為台積電它是龍頭嘛 它的毛利一定是更高 問題是台積電現在就 現在又不流行大的全市股 所以台積電又不好操作 不是它不好 實在是不好操作 所以你想想看 世界先進的大漲 它就策動了聯電跟系統 那這檔股票為什麼我突然間 那系統也不是代工股 為什麼要講呢 它是做觸控IC的 跟它的業務比較劣勢 跟何樂雅 那為什麼要講到這檔 因為這檔是聯電的大股東 我們買在這一天 那我們也是追的 硬派就是主張要追高 這一天追的 過高點以後我們追 我們今天差一點漲停板 今天差一點漲停板 買這裡 這個我都要講 買這裡 這一天買 那聯電呢 我們買了比較久 我在天樂觀都有講過 聯電比較久 因為聯電是我們 會員幾乎是我們會員的基本持股 因為我們這種股票想說 擺著也不壞 而且我一直在講 跟各位講 當初 6月7月 當初這個電子股不是一直在整理 這6月7月 一直在整理 對不對 那雖然也沒有漲也沒有跌 也沒有過高點 也整理 台積電就整理 聯電也整理 是不是都整理 那時候大家都做這個 都去追這個 6月7月 不然就拼這個 尤其是這個 6月7月都拼這個 這個成交量當初 跑到45%佔比 不像話 完全炒作 那時候電子股 成交量都 常常有時候都少於20% 30% 電子股的市值是6成 結果它成交量降到30%以下 不像話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講說 主流股是運輸股 沒錯 主流股是運輸股 可是我已經跟你講過 你操作科技股 你不要管它是不是主流 你只要買的股票會漲就可以了 那是不是應徵我講的話 在6月7月份 尤其是聯電在盤整的時候 聯電盤整 聯電這邊還有除息1.6元 7月22號 其實聯電的最高價 你要加上1.6 因為7月22號才除息 你1.6加進去已經65塊多了 65塊半 聯電 這個有除息 如果你今天是7月22號以前買的 你聯電是有拿到股息1.6元 這有除息 所以它是要加進去1.6元 那你說不要說買到這裡 說沒有說買到最低點 我們說6月份 對不對最低點大概50塊 最高點大概55 而且55都是一瞬間而已 這個都是55塊 都是這個期間 其實投資朋友如果那時候你聽我的話 你不要說買55 你買55你也太強了吧 你不要說買50 買50也太強了 你就平均就好了 你說我說 如果我當初6月份7月份 我就一直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知道要買什麼股票 但是請你千萬不要買這種東西 你要買科技股 那科技股很多 因為投資朋友可能不太會選 因為它輪來輪去很快 那我說如果你真的不會選 你都不知道要買什麼股票 你就買聯電 我講了幾次 我不是講一次 我是常常講 我說你就買聯電 那買聯電要買多少呢 我的會員 當然我的會員 我已經在這邊跟各位報告過 我的會員它的平均成本 他們不是只有買一次 他們除息之後的成本降到46塊 46塊多而已 當然有的買的比較高 大概降到50塊左右 所以我們是暴賺 我們最大賺到38% 你買比較低的 當然買比較高的 就沒有賺這麼多 我們也不能亂講 因為不是只有買 因為一個人只有買一次 那有些會員比較晚參加 不可能同樣都買到46塊多 那有可能的事情 那個價格會跑 所以我投資本來我跟各位講 就算你不是我的會員 這段時間我說你守好自己一畝田 你守好自己一畝田 如果你什麼股票都不知道 不知道要買什麼 那你就買聯電 那你最低可以買到50塊左右 最高買到55塊 那50塊跟55塊我們都不要算 不要算你買的 因為你買到55塊你也算厲害 你買到50塊也算厲害 兩個都很厲害 那我們算平均值52、53就好了 因為這段時間很好買 有一個月多時間讓你考慮 那你買了以後又有除息1塊6 那成本都降一下就剩下50塊而已 你知道嗎 降下來剩下50塊而已 這一段是你賺的 很好賺 而且還在漲 這世界先進 它上來以後 它會把它扯上來 它上來以後 它會扯這個 也會扯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只是新貴 比較不好操作 但是跟它就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 它這支就走下去了 因為全子股 控盤工具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要守好自己一畝田 我一直講聯電 我今天不是突然間講聯電 而且我這幾天也跟你講說 如果你未來不知道要買什麼 我看你買這種東西就好了 你也不一定要說 像昨天我們做當沖 賺了7% 我們這檔股票也沒有買 我只是告訴你而已 比如說它在打底 這個獲利那麼好 我都已經講了幾百次了 這個都一樣 這三檔其實都一樣的 都一樣 都一樣 那你這種股票 不要說漲到過高點 不會漲到過高點 我說景低型環股不會過高點 你再怎麼厲害 再怎麼會賺錢 你也過不了高點 因為早就反應了 所以這種股票 不可能過高點 不會過高點 一樣它不會過高點 但是不會過高點 那你說漲到二三十塊 未來一段時間 也是很有可能的 那個也是錢 你了解外遇什麼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要鎖好自己一母田 顧好門前三分地 現在航運股也是一樣 它價格調整之後 未來會不會反彈 我認為會 所以我們也不是說 你一定要做科技股的問題 現在航運股量縮成這樣子 我認為也是修正差不多了 會反彈 但它會不會成為主流 我才不管它會不會成主流 誰理它有沒有成為主流 我們只操作股票 我們又不是操 我們又不是 管它是不是主流股 現在電子股是主流股 科技股是主流股 又怎樣 之前不是主流 我還不是一樣在做科技股 現在主流股我還是一樣做 那不重要嘛 重要是你的時間點 要拿捏得準 運輸股現在是買點 科技股現在更是買點 我已經跟你講過嗎 你就看美國股市很像要崩盤嗎 這幾天時間 一兩個禮拜時間 大家都一直講說會跌 你有看過 你看美國股市是要崩盤是不是 都是漲科技股 尤其是以半導體為主 半導體幾乎在噴出了 了該關意思嗎 所以堅持只做對的方向 你的方向要對啊 你不能在漲的時候你做空嘛 在跌的時候你做多嘛 不對啊 你只要做對的方向 賺錢就很容易 世界先進大漲以後 就策動系統跟聯電 你看這很好 不要說多好賺 我都講給你聽的 聯電是我們的持股 系統是我們的持股 還有高價股我們做這個 這個我都已經講過 這個啊 485塊買的啊 這個高價股我們是 這檔股票是280塊買的 我們是把這檔股票賣掉 賣在這裡去換的 把這檔股票賣掉 賣在這裡去換的 換到這檔股票 都講了很多次啊 都講了很多次的啊 賣掉這個去換的啊 高價股有高價股的操作方式 因為他有分組 會員有分組 有些人喜歡做高價股 有些人喜歡做低價股 是這樣這樣的關係 不是所有人都做一樣的股票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下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好了 要堅持做對的方向 要堅持做對的方向 你不會操作倒定操 要抱對 你打不贏就加入 如果你在看NBA的 你就知道 打不贏就加入 你看最近 上一支球技打完以後 Levin James輸了 胡仁隊輸了 他就不行 他找他同學 找安東尼來了 安東尼就是他同學 就同一期的 他同學 那安東尼之前也跑來跑去 也沒什麼打的特別 也不是很特別 但是也不錯 兩個都36歲 37歲 在NBA裡面 36歲 37歲 算年紀大 寶樓也是 他就很可惜 沒有找Chris Paul 太陽隊那個寶樓也可以找過來 那他同學 那找了小老弟 人惹歸 West Book 當然你聽不懂沒有關係 我的意思就是像West Book 他以前就是 以前也是這樣子 一起在雷霆隊 對不對 後來Kevin Dwayne 他跑到勇士隊去 又跑掉籃網隊去 那West Book 本來跟他們算巨頭 那這樣一直都沒有拿冠軍 他也是到處游走 結果呢 詹姆斯看上他 那把他找過來 這個就是抱隊 在籃球裡面稱為抱隊 他強著會長強著 那力量就更大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你也不能怪人家抱隊 因為在30隊裡面 其實都抱來抱去 很簡單 我要跟各位講這個東西 就是你不一定要了解NBA的制度 但是我要讓你了解 你打不贏就抱隊 你加入鷹派 你自己很難 因為 如果你不懂的技術分析 只會基本面很好 你會吃虧 你看你看之前 你去買了長榮 陽明 萬海 就是因為基本面很好 害你的 你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就跌五成 到現在下來 還是有很多人不認輸 還是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我可以跟你講 基本面會變得 明年會變得很不好 這個才恐怖 因為基本面會變 它不是永遠都很好 尤其景氣行為股 它會 像友達 我說今年會賺五六百億 現在友達算出來 可以賺到六塊錢EPS 便宜 可是它明年會剩下一半的 剩下賺一半而已 友達 所以為什麼說這種股票 我說 你可以你不要追 我們昨天是做當沖賺七% 你可以拉回的時候 打底的時候去布局沒有關係 但是你做這種股票要有耐心 就好像之前你在買聯電 你要有耐心 它整理時間 有時候一兩個月 就把你慢慢磨 磨到你賣掉以後它就漲了 這個世界先進 最近都聯繫兩個漲停板 它之前不是一直磨嗎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說你現在如果說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那面板股你參考一下 你不要追 你拉回的時候你慢慢買 我現在是沒有買的 沒有買這個面板股 我們是做記憶體 跟IC設計股 還有這個ABF載板 像這個股票 公佈了營收以後 很好 財報很好 開高走低 那我們就利用開高走低的時候 買進來 我們最低買到398塊 這我會員臺連線也有講 你不用說一定追上去 你壓下來390塊 今天買 昨天買今天就賺錢 那這張股票我已經講過 我126塊買的 147塊半 通知另外的會員買 因為126塊買的會員 跟現在買的會員 是不一樣的會員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覺得高價股 我也是講給你聽 那你看看這種股票 利多見報以後 如果你追上去就不好了 就可能買到最高點 像這個威剛的開高走低 財報不是很好嗎 跟這個 最近都流行這樣 紅機也是一樣 賺了一塊半 上半年很會賺 也是開高走低 像這種你要拉下來時候 去買 明天都會再漲 因為現在主力了解各位 他知道你要追 所以他就先丟給你 他把他灌壓下來 而且有的主力他還沒有補貨 他怕漲上去 他把他壓下來 就像昨天的藍店 你看開高走低 你以為會跌 他不是他是壓下來進貨 這個也是一樣啊 壓下來進貨 不然的話要漲停板 不然像世界金銀漲停板 到時候不是要一直追 用搶的還搶不到 你知道外遇什麼 股票有很多的方式 那現在 運輸股根本不用搶啊 沒人要啊 但是我還是看漲 看這個漲 看反彈 運輸股看反彈 不管是貨貴輪 還是散裝我都看反彈 雖然一直到現在 目前為止還不太 還不太反彈了 好像一直不會漲 但是我還是跟你講 我非常有信心 因為我不是叫你買這裡嘛 我就跟你講 我不是跟你買這裡啊 我沒有跟你買在這裡啊 這达五成 我就跟你買啊 跌了五成我才叫你買的啊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現在不漲 當然現在就說 怎麼都不漲 不漲沒有關係啊 你就慢慢買啊 了解我意思嗎 像這種股票 散裝的也是一樣啊 這個是貨欄業 還是散裝的 這個是最大廠的散裝啊 像這種壓下來以後 跌了這麼多 量縮難道不是買點嗎 不然什麼時候才是買點 那你說現在 老實說現在 我再買聯電 當然可以買聯電啊 問題你要買嗎 我們都已經賺了三四成了 那你現在才推薦你買 這樣好嗎 對你公平嗎 就你買世界金錢 你要買嗎 你不要了嘛 當初聯電在五十幾塊 我一直叫你買 你就親吻親吻啊 說不好啊 不去啊 要買陽明長榮啊 買那些會奪勞啊 當然要奪勞啊 現在叫你買陽明長榮 你沒有了 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說你鎖好自己一畝田 當初六月七月我說 科技股你鎖好自己一畝田 一定會漲 不要買航運股 不要買鋼鐵股 真的沒有 那現在 現在 運輸股 跌下來了 大家都看壞 那我告訴你 顧好自己三分地 一定會漲 可是我操作 不是完全操作運輸股而已 鋼鐵股我不要做 那個以後我要放空的股票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問題是我們 我們最主要還是做科技股啊 可是我認為運輸股會反彈 當然我就帶會員去操作啊 我也老實告訴各位啊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打不贏就加入 我剛剛提到NBA的這個制度啊 你要了解 你打不贏這個市場 你加入硬派 我帶你操作 就這麼簡單 你只要做對的方向 賺錢不會困難 賺錢變得很簡單 加入好友Telegram193008 要加入硬派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